京东发表第二份声明措辞变化 耐人寻味 中国电商京东创办人刘强东 日前在美国涉嫌性侵 被捕或事后京东于二日发表 一份声明趁刘强东遭遇失实指控 对不时报道或造谣行为 将采取法律行动三日留回国后 京东发表第二份声明 耐人寻味的是措辞上有了明显变化 广告九月三日傍晚 京东发表最新声明趁 霍西公司CEO刘强东先生 于8月31日被明尼阿波利斯警方调查 随后即被释放 没有任何指控 也没有被要求保释 目前刘先生已经回到中国正常开展工作 时政评论员唐靖远 发现对比京东发表的第一份声明 耐人寻味的是措辞上有了明显变化 制调了有关不实指控 以及用法律行动 回应造谣等等字眼 这说明刘强东处于等待状态 是否有罪罪行轻重等等 都要等待美国司法部门 给出最终结论 2日下午网路流传一张截图显示 京东创始人 兼CEO刘强东 刘强东在美国名尼苏达州 因涉及性轻女大学生而遭当地警方逮捕 图片显示当事人名为刘强东 且保释金为0美元多家美媒 从北京发出了相关英文报导 中都直接表明图中 刘强东就是京东创始人刘强东 当天京东集团官方微博 账号京东发言人发声明 趁刘强东先生在美国商务活动 期间遭遇到了失实指控 经过当地警方调查 未发现有任何不当行为 他将按照原计划继续其形成 我们将针对不实报道或造谣行为 贬取必要的法律行动 而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的独子 王思聪第一时间转发了京东公司的微博 他说应该是价格没谈妥 送到局里后说明白了 又调侃刘强东的妻子奶茶妹妹 张泽天为抹茶妹妹 不过随后王思聪删除了相关微博 有感媒 趁刘强东涉嫌性侵曝光弦 已有名尼苏达州大学的中国留学生 群组传出求救讯息 趁一位名大同学被中国知名企业家性侵 并非法限制自由 目前对方已被保释 受害者希望得到律师帮助微信群中 还趁前在被告是中国公民 在美国参加商务活动 受害者是中国学生 当事人均在明州事发地点 也在明州 另一个微信群里也有人爆料 刘强东来我们这开会 性侵了一个名大的学生 刚被保释出来明尼苏达 警方官网有关刘强东被捕记录显示 刘强东于8月31日晚间 因性犯罪指控被捕 9月1日下午被释放 目前的状态是释放等待正式指控 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 公众讯息官员埃尔德 John Elder回应传媒查询时说 警方目前正调查此案 暂时不清楚 什么时候调查结束 没有理由拘留当事人超过36个小时 他又补充 如果警方继续拘留当事人 必须在9月4日中午之前 对他提出控告或是宣布释放 埃尔德说 释放并不代表不会有 后续的起诉发生 一切取决于调查结果 显示的性犯罪行为的轻重而定 他补充 美国当局并不担心 当事人会在备事期间离开美国 对于刘强东目前已回国 有华裔律师说 此类案件在明州非常严重 根据刘强东的背景 声望他不可能逃停 为缴纳保释金得以释放正常 cess付还半双 他必须欲并不担心 但也必须在这些人 费